美揚哥 我們想聊這個 杜蘇瑞的最新動態 風強宇宙 還好 在台灣只是擦邊球 往南部掃過去 沒有登陸 但一旦登陸後果不堪設想 我們看看 這個風大 雨大 大家不敢開 就眼看著前面這台小貨車 你看 就一直吹 一直吹 一直晃 一直搖 結果 一整個貨車 被風給吹翻過去 我看這行車記錄器 就沉著人大喊 怎麼會這樣子 完了… 好可怕 我想問一下敏寬哥 這杜蘇瑞颱風 已經到福建去了 當地照著怎麼樣的 雨勢跟風勢 但是不要忘了 下一個颱風已經步步逼進台灣 這兩個禮拜 一定很多人會嘖嘖稱奇 奇怪了 怎麼會就在菲律賓的 東方這個地方 明俊最近好像是一個颱風潮一樣 颱風窩 對 這就是一個颱風窩 那為什麼呢 它就像一個鳥巢 跟一個整個所謂的蜜蜂窩一樣 颱風就啵啵啵在這個地方 一直一直來 那為什麼呢 因為天氣實在是太熱了 那我們現在仔細來看 目前來看的話 六號颱風卡弩目前已經生成了 根據日本模式來說的話 它會慢慢的往整個 所謂的一個西北方來做前進 所以根據日本模式 它會在八月的一號跟八月二號 最接近台灣 但是因為現在剛行程 它的變數也還挺多的 我們就邊走邊看 但是我們來看 另外一個颱風這個叫杜蘇瑞 杜蘇瑞這次算是天佑台灣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暴風半徑 剛好是在兩百公里左右 但是它這次的中心點 剛好離台灣一百九十公里 所以即使是從整個 所謂的花東這樣上來 但其實累積的雨量也非常的恐怖 這次它切過澎湖之後 直接就往金門前進 所以我們目前來看的話 第一個 我們來看到整個廈門 廈門最近居然出現了一個 所謂的水龍捲 那這個水龍捲 好多人就說 這個完全就是一個龍溪水 各位來看 其實畫面非常的壯觀 各位仔細來看 它就是從水上 那為什麼呢 因為它就是有個對流 直接往上走 往上走 越走越高 對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這個水龍捲其實是非常壯觀的 但其實除了水龍捲之外 我們再來看 這個整個停車場的收費桿 這個也真的是太可愛了 它在那個地方 宛如是在顫抖一般 這是風吹的嗎 沒有錯 它就是風吹的 各位去想 剛剛那一台貨運車 都整個可以整個吹倒了 所以這個所謂的停車場的桿子 它真的是抖 也抖得非常非常的兇 但是我們目前再來看到 整個福建的一個近江 福建的近江 就真的是狂風暴雨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大陸他們過去 不習慣有這麼大的一個風雨 所以他們的下水道工程 左座的承受能力沒有那麼高 但是我們仔細來看 這些車真的也是挺倒楣的 各位來看到 真的是風大雨大 那個樹搖的一個樣子 下面所有的車 對 下面所有的車 幾乎都泡在水裡面 那我們來看第二個畫面 這個也真的是太神奇了 剛才可能各位看到了 那個車子被吹倒之後 看到這個鋼燒 你都覺得還好了 可是正常來說明君 鋼燒應該是用鋼釘 綁在地上才對的 這個就是過去所看到的 而且各位仔細來看 它後面有一台 好像冷氣一樣的東西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 比較小的房間 它很重耶 沒有錯 它其實應該是還挺重的 但是我們看到那個路上的一個風勢跟雨勢 真的是風大雨極 連整個鋼燒都直接來吹走 那下雨天呢 最怕的是什麼呢 各位就是所謂的停電 這是台灣的一個部分的話 台電有說 最高的時候停電高達五萬五千戶 目前大概全部都已經修好了 可是我們來看到 中國大陸這個所謂的電線杆 一直噴一直噴 持續的來噴出所謂的一個火花來 後面還砰的一聲 直接炸出來了 所以台風破壞了 這個地方的民眾 可能短期就會比較辛苦一點了 照這個架構 應該這一區停電是停定了 好 颱風剛走 卡努要來 但在這個空檔中間 還是要小心 炎熱高溫帶來的影響 這聯合國也看不下去 我們這一天 我們在兩歲颱風的關係 對不對 可是其他的全球過地 在亞洲包括日本等等 都標出了39度的高溫 那大阪還說沒有看過39度以上的高溫 這麼熱 當地也記出了很多的緊急狀態 聯合國就講了 今年7月份 可能是史上最熱的一個月 人類有所謂的氣溫的一個觀察 從過去到現在大概有官方紀錄 大概是150年左右 但現在真的是太恐怖了 因為7月叫July July said to be the hottest the moons on the record 什麼意思呢 目前這個7月是有史以來最熱的7月 所以很多人就會說 有官方紀錄叫150年 但其實很多人說 沒有這個是1萬年來最熱的一個紀錄 熱到什麼地步呢 目前熱已經熱到了 連聯合國的秘書長古瑞斯特都已經警告 他說什麼呢 他說地球現在已經進入了 所謂的全球沸騰的一個時代 那現在沸騰的一個時代是什麼呢 先跟各位說 各地的野火這是一回事 很多地方非常容易出現插槍走火 我們來看到美國這個機場 美國呢各位都知道機場當中 它會需要非常多的一個不同的元素 它需要油管 它也需要所謂的一個 餅碗的一個氣瓶 那這個餅碗氣瓶 它有些地方是要做特別的一個使用 可是這些過去呢 它不會這麼容易爆炸的 可是天氣太熱了 各位仔細來看 真的是太恐怖了 這個呢因為天氣熱 所以這個叫一發不可收拾 短短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熱到它就直接炸開了 那目前炸開呢 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會發生這種現象 因為各位你去想 因為機場可能都有存放 這樣的一個易燃氣體 包括了機場 包括了煉油場 很多地方其實都會有 那現在最大的麻煩是在哪邊呢 現在最大的麻煩是在於 所謂的氣溫 體感溫度 跟所謂的路面溫度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來看義大利 義大利最近面臨了整個野火 跟高溫的一個肆虐 而且現在動輒一艘平均大麻煩 為什麼呢 目前包括加拿大的一個野火 義大利的一個野火 焦不滅 真的是完全都焦不滅 這個該要怎麼辦 我走在高速工廠旁邊 這邊火災很可怕 這個很麻煩 其實非常非常麻煩 那我們來看 現在好多人過去都有一個想法 台灣這麼熱 到日本去避暑好了 錯 日本現在比台灣還熱 我們來看 這個是整個大阪的一個 所謂的溫度圖 1977年觀測以來 最高的一個氣溫 居然高達了39.8度 在昨天下午的大阪 一點半左右 觀測到39.8度的高溫 所以我們看那個 用所謂的氣溫移來看 各位你先發現 人體的溫度正常在整個 所謂的38 9度的一個情況之下 表面的一個溫度 大概是有30幾度 所以隨便測 哇各位你看那個溫度計在跳 都是37 38 39 37 38 39 在這種溫度之下 我問各位你第一件事情想要幹嘛 躲在冷氣房裡面 第二件問 第二個想要吃一些冰冰涼涼的 所以就現在來說 對於整個所謂的能源的需求 它就會越來越高 這個是目前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來看 居然在整個福岡市 我們來看 現在好多動物真的是辛苦 之前在台灣 也有發生一頭馬來摩 據傳是熱衰竭 我們來看這些猴子們 你有沒有發現明君 他們都躲在哪 而且他們無精打采的 第一個都躲在有樹蔭的地方 然後天氣真的實在是太熱了 然後熱到現在很多的猴子 牠們就是一臉厭視的樣子 真的很厭視 真的是非常厭視 但我們來看 現在這隻狗真的是太享受了 為什麼 我們來看這隻狗狗 這隻狗狗居然躲到整個冰箱去之後 主人要把牠給爆出來 牠不要 有熱到要到冰箱裡面 外面太熱了 我不要去 還不出來 對 牠就不出來 牠就是要躲在整個冰箱裡面 所以這一波的一個高溫 可能還要持續一段時間 好的 七月份的全球炎熱 那聯合國務博士長都說 現在全球就像一個燒燙的熱水壺一樣 已經進入沸騰狀態了 所以目前要幹嘛 當務之警需要地球降降溫 沒有錯 地球節能減碳 那八月份的一個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國內的這個 碳權交易所要上路 最近這幾天 碳交易概念股又開始火熱起來 可是說真的 碳交易跟你我都相關 企業必須知道 可是到底在幹什麼呢 大家一知半解 其實在過去正負二度C 那個時代的時候 已經談談的接近二十年了 那地球會熱 大家也知道 可是因為大家晚上都要吹冷氣 出門都還是要坐車 加上飛機到處飛等等的 所以目前全世界的整個 二氧化碳的一個排放 還是持續的一個上升 所以目前包括了美國 包括了歐洲等先進的一個國家 他們就談論的一個新的架構 叫碳權 那碳權是什麼呢 碳權其實很簡單 碳權就是 我們每天在整個孵出來的這個二氧化碳 那這個二氧化碳呢 很多人會說 那這個可以算錢嗎 可以 而且它有很多不同的一個計算方法 但我們簡單的來說 目前對於全世界來說的話 就是這個地球持續 越來越熱的狀況 我們要把它給壓下去 那為什麼要把它給壓下去呢 有一天地球一定會滅亡 那目前就整個碳權來說的話呢 有幾個架構 碳權呢 有第一個 我可以把碳減少 那如何把碳減少 最簡單多種樹嘛 對 所以等一下我們一個一個來談 然後再來碳捕桌 包括了碳碳茶 一個一個來談 第一個叫碳權 我們國內呢 包括了像華籽啦 包括像陣農啦 包括像榮城 現在已經都不用原始林了 我們目前呢 所以他們在各地呢 會去種很多的樹 對 那種的種很多的樹 他們親自去種嘛 有些是委外用契約的 那種下去之後呢 我就是 我這邊的樹往前種 種到時間點的時候呢 我從後面開始再往後 一個一個的摘回來 所以我在裡面永續經營 那我在裡面永續經營 我的產品叫做紙對不對 對 它有一個副產品 這些樹不是會呼吸嗎 對 它就會把二氧化碳吸進去啊 會排出氧氣來啊 所以呢 包括了像這些 所謂的子葉的啦 包括了像農林啊 包括寶龍等等的 像這種 他們就是有相關的碳權 就簡單來說 我有很多的森林 我就有擁有很多的碳位 對 我有很多的森林 那這個是一種方法 好 然後第二種方法呢 這個叫碳捕桌 碳捕桌的話 嚴格來說就是 過去的用電大戶 對啊 就是你看我看起來 都是些什麼化工廠啊 水泥廠 鋼鐵廠 像台塑啦 中鋼啊 台泥國產 這個都是做水泥的嘛 永光中華化等等的 那現在要怎麼做呢 很簡單 目前很多德國的公司 或者是美國的公司 他們用兩個方法 一個是我自己 採用我自己的發電方法 我不跟外面買電 那另外有一些呢 它就是我盡量的來做 所謂的一個節能減碳 這也是另外一種 那碳盤查的部分的話 是什麼呢 就是我要去把這些碳足跡 給抓到 所以像中華電信啊 遠傳啊 包括像直通等等都有 但現在呢 誰最積極 目前來說的話 各國的金融巨頭 它是最積極的 金融業啊 對 為什麼呢 我們先來看 今年的摩根大通 在二月 他們砸了五億美元 去收購美國南方的林地 然後總共買了25萬英母 來做所謂的商業林地 那這個商業林地 要做什麼呢 很簡單 這些商業林地 就是要讓它一直的生出新的氧氣出來 所以我可以賣給一些排碳大戶做交易 我就可以看我生產出多少的一個 所謂的二氧化碳 吸收了多少的二氧化碳 產生了多少的一個氧氣之後 我把這個單位結算出來之後 我就可以跟那些所謂的雪芙龍啊 跟那些所謂的用電的一個大戶門 來做交換 這是一個 然後再來呢 紅利集團也是喔 紅利集團呢 目前就成立了所謂的森林的一個 所謂的氣候的一個基金喔 那目前這個森林的氣候基金呢 其實結構也是一樣的 重點就是在這個地方 那目前呢 很多人會說 蛤 那這個未來要怎麼辦呢 怎麼交易 怎麼買賣 現在跟各位說 現在跟各位說談喔 談說目前的一個狀況喔 目前呢 就整個全世界的一個 交易的一個市場分成兩種 一種叫做強制型 一種叫自願型 自願型 我們現在跟各位談到 我們台灣是自願型喔 我們先說我們台灣是自願型 台灣是自願型的 對 像歐洲的話是強制型 我舉個例喔 我之前到德國去 我買一支筆 對 這支筆的價格 例如說是五塊歐元 五塊歐元呢 旁邊可能會有寫個0.3元 這個叫碳權 碳稅 就是我在製造這支筆的過程當中 不管是筆管 不管是筆升 不管是筆尖 用了多少的碳 他用了多少的一個能源 換算成碳的一個價格 所以呢到時候 碳的價格可以直接購買 這是一種方法 理解 那我們以台灣來說的話呢 我們現在來看喔 第一個 假如青葉它減碳有成 一年下來的碳排量 低於你原始的一個 合配的一個額度的話 你就可以把你省下來的去市場換錢 簡單的說就是這樣 那現在來說的話呢 對於歐盟來說 歐盟現在這一波呢 碳權的價格是持續往上走的喔 對 一開始出來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來算喔 那個時候 每公噸大概在20塊歐元左右而已 在上個月大概是八九十塊 最近已經往上供 沿路都一直在往上走了 那現在呢 對於很多的大公司來說 最簡單的 我如何把碳捕桌起來 如何把碳捕桌起來 那如何把碳捕桌起來呢 例如說像台塑 台塑目前就找了成大喔 做了整個所謂的 微找的一個碳捕桌 那這個微找的一個碳捕桌 非常重要就是 我過去的整個捕桌下來之後呢 我這些碳捕桌下來 我有兩個好處 明君 第一個好處 我可以減少二氧化碳對不對 第二個還可以淨水 所以我就可以同時擁有兩個 所謂的減碳的一個項目啦 所以呢 就現在來說呢 再跟各位談一次喔 天氣越來越熱 天氣越熱 整個所謂的颱風就會越大 但現在呢 非常的簡單 各地的巨頭 都在忙著種樹 忙著在做整個補碳 為什麼呢 因為為了讓地球可以冷卻下來 得碳者就可以得天下